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分享一个韭菜馅饼非常好吃的做法 做法非常简单,皮薄馅大 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制作的吧 首先在盆中加入300克面粉 里面加入3克食用盐增加面的坚性 倒入230毫升的温水来和面 一边倒一边搅拌 按这个水面比例,和出来的面是非常软的 最后搅成这样粘一点的面团 先不要下手揉 盖上盖子,饧面10分钟 10分钟之后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揉搓完 揉搓过的面会起筋变得非常硬 不好操作 直接沉成长条 再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取一个小面剂整理成圆形 放在一边备用 不用的先用保鲜膜盖起来防止吹干 取一个面剂放在案板上 按成中间厚边缘薄的饼皮 然后再把调好的馅料放入里面 再像蒸包子一样给它收好口 多出来的面剂拉一拉压下去 电瓶针刷少许的食用油 把做好的生坯放入里面 再用手轻轻按压 盖上盖子开大火烙至 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表面微微上色 再刷点食用油 把饼翻个面 另一面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中间转一下饼皮 让饼瘦热均匀 饼微微鼓起来的时候 再翻个面 再烙一分钟 烙至饼完全鼓起来 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出来的韭菜馅饼 皮薄馅大 柔软筋道 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在家尝试一下 喜欢想要的视频帮忙转发 关注评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